据新加坡联合早报4号报道 越南首都河内3号有大约300人举行同性恋游行 这是越南历来最大规模的同性恋游行 河内街道上挂着象征同性恋社群多元性的六色彩虹旗 许多人骑着脚踏车在街上穿行而过 有的甚至在街上手舞足蹈 参与者主要是年轻人 其中包括外国人及好奇者 整个游行活动和平进行 警方没有阻挠 一名20岁的美术学生称 大家来这里是为同性恋者争取权益 希望他们像所有人一样获得公平待遇 此次游行的其中一名主办者表示 同性恋者必须先取得家人的认同 广大社群才可能结束对他们的成见 如果他们被自己的家人所接纳 他们融入社会的可能性会比较高